为支持加州节省能源计划 太平洋煤电公司PGNE从这个月开始 陆续转换部分住宅用户至Time of Use 分段费率计划 鼓励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充足 而且用量低的时段使用能源 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CPUC 在2015年批准使用Time of Use 分段费率计划 旨在推动使用更多清洁能源 为因应这项能源政策 太平洋煤电公司PGNE计划 从本月起一直到明年3月 分区陆续推行该计划 湾区9个县 本月最先转换至分段费率计划的是 北湾索罗马县 5月是东湾Alameda县 6月南湾Santa Clara县 7月轮到旧金山 9月是Samatel县 剩下4个县Contra Costa Marine Napa和Solano 将于明年3月才会转换 PGNE发言人陈凯山表示 分段费率计划顾名思义 就是根据用户 在什么时间用电来收费 而每天下午4点到晚9点 这5个小时将是电费最贵的时段 陈凯山说为降低电费用户可以选择在其他19个小时里做比较耗电的家务 PGNE的用户或参加社区整合计划的电力用户 无需申请就会自动转换至分段费率计划 轮到的用户会提前三四个月收到一封转换计划通知信 陈凯山还说改变用户的用电习惯并非一朝一夕 所以PGNE也同时推出一个12个月账单保障计划 此次转换分段费率计划并非包括所有住宅电力用户 例如居住在炎热地区 而且符合或正在参与PGNE低收入补助计划的用户 都不会受到影响 本身如果是有电动车的朋友 或者是有太阳能发电板的朋友 可能本身当你转用电车计划的电费 或者是太阳能发电用户的电费 可能本身你已经有一个time of use的计划在里面了 那些用户你就不会受到今次全面推出time of use计划的影响 另外如果觉得分段费率计划帮助不大的用户 也可以随时选择退出 选择适合自己的费率计划 有关详情可上网或致电查询 从商业园提供达电费